这时候,靠近下令让他嫁到蒙古和亲,但是他当时已经有了一位外国的人,对方是皇中中的一位侍卫,公主明白,两人的身份差距,可这个小姐依旧让他很痛苦,让人意外的是,公主出家时发现,两位侍卫既然就在送亲的队伍中,就这样,两人一起到了蒙古,公主成婚后,他依旧对侍卫有感情,但是他明白,自己身为公主,已经担负起和亲的使命,所以一直和对方保持距离, 也没有做过任何故鬼的事情,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,还是被身边的侠人发觉,不久后,就在王府中传出谣言,说公主与侍卫司从,出马得知这件事后,非常生气,直接对公主动怒,还在一心之下,狠狠地贴了公主,公主本就是揪入如此,他能揪入这位身材健庶的蒙古丈夫的印象,当即就因此送命,随后出马下来,